刚才我们说到在罗牙六百岁的时候 洪水就来了 有很多人都怀疑圣经这段记载 说这个世界哪里可能有这么多的水 水哪里有这么大的威力 可以毁灭整个世界 但其实圣经说得很清楚 他说不单止是天上的水 还有大渊地下的水都一样涌出来 今天如果我们看在日本大海啸所发生的情形 你就知道其实大洪水是有足够的能力 毁灭整个世界 如果不单止日本一个地方 如果多处同时都有大地震 同时都有大海啸 加上天上落大量的雨 其实这个世界是很容易被毁灭的 中国哲学家路子曾经这么说过 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盛 他说世界上最柔弱最温柔的东西可能就是水 但是最有破坏力能够攻坚强者破坏一切的东西可能也是水 水的破坏力其实是很大 如果我们最近这几年留意新闻 当你看到八百水灾 今天你再看到日本的大海啸 你就可以明白水的力量 水的破坏是可以多么大 《创世记》第七章这里继续记载 他说水势浩大 在地上共一百五十日 很长的时间 然后神纪念罗亚和罗亚方舟里面的动物 就叫风吹地 水势占落 最后圣经的记载 方舟就停在阿拉罗山上 今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 上帝在当时毁灭世代 是用洪水 我们都记得耶稣说的 他说罗亚的日子如何 人子再来的时候也都如何 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最重要是说 当时代的人不悔改 纵使是警告了他们很久 他们都不悔改 就好像今天我们的世代一样 耶稣说末世已经两千年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是不相信 是一样的 我们的世代 但是耶稣 说起这个末世末期的时候 他提到罗亚 可能也都有一个很深的意思 今天我们知道 在阿拉罗山上面 我们在这个考古上 有很大的突破 找到了很可能的 就是罗亚方舟的遗骸 在这个时候 当全世界这么多灾难发生的时候 上帝又利用一群基督徒 被他们发现了在罗亚方舟的遗骸 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究竟上帝要通过这个信息 跟我们说什么呢 当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大灾难发生 当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末世末期的 很多的灾难 已经在我们面前一一的发生的时候 我们是否还可以不知不觉呢 有些人看了2012那部电影之后 都会来问我 他们说 那末世是否就好像2012电影所拍一样 全世界被洪水再一次毁灭呢 其实耶稣在圣经里面都说得很清楚 最后的时候是用火来灭世 就不再是洪水那么简单 其实2012这个电影 基本上还未拍出圣经所说的末世的可怕 圣经其实有很多地方 记载这个末日的情形 是非常恐怖的 除了有全球性的战争、饥荒、瘟疫这些问题之外 还有炮子与火会打击地的三分之一 仿佛火烧着的大山会凝在海中 海中三分之一的生物会死 海水会变成血 天上有大升落下 河流都变成苦水 食水严重污染 耶稣曾经这么形容过 他说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 并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我们讲的末日大灾难 其实是非常恐怖 绝对比2012的电影更加的恐怖 如果今天我们留意看我们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我们真的很相信 耶稣所说的世界的末期已经近了 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 但今天如果我们相信有末世 但是不相信有拯救 那我们就是最可怜 圣经不单止是跟我们说末世恐怖 末世这个世界有很多灾难 圣经更加是给我们知道 其实末世是有一个希望的 就好像在洪水时代 罗亚的时代 上帝为罗亚他们的家 预备了方舟 今天上帝也都在我们这个末世的时代 预备了一个末世的方舟 就是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这个方舟 门已经打开了 其实是两千年 欢迎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都可以入到这个末世方舟 如果你有看过电影2012 你应该都知道 其实在电影里面 他们都起了几首的方舟 去拯救其中有一些人 但是他们可以给什么人 入那个方舟呢 他们只是给一些很重要的人物 比如说国家的领袖 可能是我们的特首 这些重量级的人 可以入到方舟 或者是一些很结出的 顶尖的科学家 或者是其他在一些领域里面 很有成就的人 他们才被邀请入这个方舟 一般的人如果要入这个方舟 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买票的 就是多少钱呢 要入那个方舟呢 根据电影所写的 是需要多少呢 是需要10亿的euro 10亿的euro是多少钱呢 我就不一定很懂计算 大概我想应该是大概80多亿港币 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有80亿港币 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钱的 所以如果末世的方舟是按照2012的标准 去推行的话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入方舟 我们感谢神 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末世方舟 耶稣的救人 不只是救那些国家的领袖 不只是救那些顶尖的科学家 不只是救那些有钱人 耶稣这个方舟可以拯救所有的人 入这个方舟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信耶稣 你信耶稣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 三日后复活 你相信这件事 你就能够进入这个方舟 就能够得救 圣经这里讲得很有意思 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二十一节说 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 也拯救你们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他的复活就证明了他是上帝 他也是赐生命的神 靠着主耶稣这个末世方舟 我们就有一个永生的盼望 我们不再需要担心末世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记得马来西亚的记者 你问我们关于末世的问题的时候 他一直追问我们究竟 基督徒所相信的末日是哪一日 后来我的同事陈金斯牧斯 他就很有智慧 他就跟他说 他说我真的不知道 世界的末日是哪一日 不过我知道 我自己的末日大概是在三十年之中 因为陈牧斯已经今年六十岁 已经退幼年龄 他说我三十年之内 应该都是我自己的末日 其实这句话是很有智慧的 的确我们真的不知道世界的末日是哪一日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命 其实有一日是会面临一个末日的 但是死亡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的末日 但是重要的是 当你生命的末日来临的时候 你会去哪里 你有没有把握超越死亡 有没有把握能够得到永生 人怎么能够超越死亡得到永生 就是靠着主耶稣这个末世的救恩 在这里鼓励你 不要再做一个不知不觉的人 当你看到这个世代所发生的事 你知道耶稣所说的末世末期 是真的会来到的 更加重要的是你要打开你的心 接受耶稣 走入耶稣这个末世的方舟 生命就会永远都不再一样 愿神祝福你再见